荣霍如来以小顺法而见基督啊 我设立佛等于所有的生文人 同样正入法性啊 这个法性啊是指的藏通二教的偏真法性而说 偏真涅槃啊 他生文人都认为他所正的偏真涅槃的法性啊 以佛所正没有两样 我们生文人同样也正入法性啊 以菩萨正入法性不是差不多吗 那么既然我同样正入佛所开导的法性 我已经正入了 为什么佛要用小圣法来嫉妒我呢 荣霍如来以小圣法而见基督 记 拔记 度 超度 他从前在外道 杀人凡治那边学了好久好久 一无所得 一出家跟佛修行啊 七天就正阿罗汉果了 所得就大了 那么因此他正入法性啊 由佛的法因 法水来嫉妒他 救济他 拔记他 使他得度啊 超脱三间啊 正入 欧罗汉圣国的这个阶位 所以叫做超度啊 那么我也是得到法性啊 同样是跟这个菩萨们正入法性的情况是大致相同的 那为什么啊 佛用小圣法来度我呢 三种根性的人 藏通二教的这个声闻员觉 同样都是正入真谛的法性 那么为什么 佛就为菩萨受剧 而我们就没有得去的机会呢 佛为什么不替我们受剧呢 用小圣法来度我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他在三年寿下 进行打坐的时候啊 经常内心啊 会浮起这么一种念头 这种想法 四十年来经常有这种的观念 他可见这个摄理佛的根性啊 跟后边中下根性就不一样了 后边中根 听到比喻品之后啊 他们的说法 他就觉得我老了 我不行了 那些菩萨道啊 不是我所能了 他就是得少为主 摄理佛不是这样 摄理佛就不是这种情况 摄理佛他经常总是觉得 我也应当行菩萨道 我也应当是个菩萨 那为什么给我 就是小圣的嫉妒 而不给我大圣的菩萨道呢 所以这个摄理佛是个上根 上根立志 跟后边中根是相差很远 就完全不一样了 否则的话 他为什么 今天就说出这个话来啊 他过去的观念啊 跟中下根性的人相差很远的 他老是要想 得到这个菩萨道 可是佛没有替他受计 因为他 佛经常是对整个生文的 喝止 也不是单位摄理佛一个人 但是摄理佛是在生文的群中啊 他总觉得自己啊 都被这个摊偏了 都被执了 所以他总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佛不用以大圣法来度我呢 融合 就是怀疑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那么 这样看起来 是佛偏心 不度我 还是我这个生文人 有错误的 下面他研究 研究出来 就是说 是我等救 非是尊严 他到了这个时候 到了法法会上 听过法法经的方便评之后 这个时候他了解了 是我这些生文人等的自己的错误 这个救啊 本来是过救的救 现在这里只是看作 生文人的错误的观念 不是什么罪过 错误的观念 只求生文 赶快取证 证到偏真 那边就算了 那么这个错误在我们 不是在佛 不能怪佛 过去怪佛是很错误的 总是因为佛没有平等性 那么对菩萨 就给他设计 做佛 对我们这些生文人 就加以排斥 因为佛有偏心 实际上不是的 那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错误在哪里呢 接下去就解释了 所以者和 所以我说是我们生文人 自己的过救的错误 原因在哪里呢 接下去就解释说 若我等 代说所应 成就阿诺多罗三马三不得者 必大圣耳的度托 然我等 不解方便随意所说 促文佛法欲便信收 思维取真 这一段文啊 就是解释出 不是佛的偏心 而是我们生文人的过错 这个错误在哪里 现在加以解释说 因为我们不晓得等待呀 怎么不晓得等待呀 久学外道 一无所得 一接近佛法呀 希望赶快得到受用 就像好像一个人呢 肚子饿 饿了好久了 饿的吃不消了 没有东西吃 突然之间有东西吃了 不管它好坏呀 就把一肚子装满了 胃都装满了 把这个比较差的东西 先装满了 吃饱了 后边再有真修百味 哪钱来呀 吃不下了 为什么 已经装满了 就是有些人呢 不要吃幼豆 开始投资 我都吃个爸爸 那么一开头 第一碗的冷盘 你就吃光了 那么都吃了 好多好多了 那么后边呢 好久点按对 那么最好的在后边 后边好的端出来 好了 这个时候你吃不下了 为什么 想办了嘛 因为你赶快 肚子很饿 赶快想吃 好了 佛就给你 先给你一个偏知念盘 叫你治苦 断起 木面 修道 那么这样子你吃饱了 后来由大圣菩萨道的 这个满汉大餐 端出来 你吃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 那么原因就是自己呀 想得太快了 想得太快 我没有等待 所以说 若我等待所所应 但是等待呀 如果我小的等待呀 不要急着求证 当时把这个治苦断机 木面修道的这个四地三转法轮呢 了解就好 不要作证 不要作证 不要求证 那我明白这个道理呀 我停住 等 等后边 那么就是说 淘积万来加基斯拉都后了 不要一小时吃的太多 等后边 也许它是十二二十四 有好多的这个菜 你等到后边比较好的 每一碗都吃一点点 又多了 那么就笑了 那么 如果你这样子慢慢等啊 等到方党会上 佛说这个大圣法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一样可以得到受计 因为你已经先证到偏真 涅槃了 得少唯独啊 你就觉得 我差不多了 我可以了 这就行了 因为自己所证的跟佛一样 因为佛法就是不过如此而已 不知道另外还有大圣佛法 后来听到了 因为你已真证到偏真了 当时并不求证 那么都听几次知道菩萨道的属生啊 可是你已经证到偏真逆盘了 佛不替你收集 时候没到 所以我们 假定我们 若假定啊 假定我们这些生活人 能够等待 等待佛 说出 他先说小法的原因 用意在哪里 待说所因 前面方便品不就把这个先说三圣的因说出来了吗 开拳 拳的因已经说出来了 我如果能够等待等到佛说出他 是小法的原因 明白了 那么我就可以成就欧能多罗三毛三菩提 那么这个小法是因目标还是要去向无上菩提 要身为人都政佛国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 那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了 欧能多罗三毛三菩提 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 无上正能正觉 就是佛的果位 那么如果我能够等待 不要马上求证的话 那么必于大圣而得度头 那必定佛也是一样的 会用大圣法 菩萨道大圣法来度我 由此得到解 解脱 可是当时我就不懂得这个方法 然 我等不解方便 但是然是专于词了 但是当时我不了解佛的方便法 不知道佛是随仪所说 随众生的基矣啊 在当时 因为是急作求证啊 这个身文人 有身文的根性 佛是随身文的根性啊 而说身文法的随众生的基矣而说 这是方便 当时不了解 如果当时我能了解这个方便 不要急作取证 初吻佛说 欲变新收 思维取证 我当时啊 大家这个身文人 起初 佛成佛之后 所说的四立法 初初听到佛所说的佛法 遇到了 当下就信受 哦 我要知苦 我要断机 我要磨灭 我要修道 我遇到就信受 深信而 正受在怀 领受在心中 就思维取证啊 啊 那么按照四立法 就好好地去修行 就好好地去修行 求证 思维就修行了 按照这个七方便 三次量四加行 还有这个四国四相 按照这个次第求证 好好修行 那么由此 那么由此就正道 编辰 没有想到后来啊 有大圣菩萨道 比这个身文要熟胜的千万一倍的这个道理 起初都不知道 结果呀 今天没有得到 所以心里很后悔 这是是 解释他今天把过去的是 来说明今天的得 显示出他今天的得的关系 以示显得 下面第三 结 结的文字有两段 先结 后成 先总结上文 然后 这个 说这个 结成的道理 成就前面的意义啊 那么显示他今天所的 先这个结的文字 世尊 我从西来 终日敬业 每字刻则 而今从佛文所未闻 未曾有乏 断住一回 身意泰然 快得安盈 这是先结 总结上文 他的这一次 听方便片之后的得 那么要说他今天所得 那么先称一声 世尊 世尊啊 我从 西来 西 有四十年来了 我设立佛 从这个 清净与佛 到现在 这个 这个四十多年来 终日敬业 无论是白天 无论是晚上 我实时自己 克服自己的 这个心理的这种 后悔心情 谁被自己 为什么这么急 急着求证 而不好好的等待 等待佛说 这个大圣菩萨道 然后才修学你 我怎么不这样做你 而今从佛文所未闻 我今天在法法会上 那么随从与佛 听佛说法 听到今天方便品 所说的道理啊 闻所未闻 四十年来 不曾听过的法 所以叫做闻所未闻 今天听到的 从前不曾听过 所以叫做闻所未闻 这是未曾有法 四十一年都不曾说过 今天才说 以前不曾有过 今天才有 所以叫做未曾有法 断住一回 把我心里的怀疑 跟后悔 一扫而光了 我听到方便品之后啊 我这个怀疑之心 后悔之心 统统都消失了 以什么 怀疑佛有不平等之心 一向怀疑佛呀 只是对菩萨 一向就是赞叹 为他授记 这菩萨是真词 前面我曾说过 华人书超里面呢 清凉果是解释这个佛词啊 他说有外词 数词 真词的分别 他把身为人看着 看着数值 数值就是旁出的 不是真正的儿子 不是弟子 是旁出的 那么这个旁出的儿子 这个数值 就是比较瞧不起了 他一向怀疑啊 佛不平等 对他们身为人呢 一向就是排斥 而对菩萨呀 就赞叹尤家 而又为他们授记 我一向有这个怀疑 今天听过 法法间的方便评 这个怀疑没有了 知道佛并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前面说 千二百罗汉 西亿当作佛 后文说 卢当所行 是菩萨道 渐渐修学 西亿当成佛 到了今天才知道 我们修的生文法 也是大圣法的前方便 并不会失去成佛的 这个救济涅槃的 这个机会 只是稍微慢一点而已 那么今天我不敢法医 我彻底相信 佛对我们没有分别 是平等的 而是我们自己贪着 要赶快求真 那么因此成为一个生文 但是我这个生文法 还是大圣菩萨道的前方便 现在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所以我不会怀疑 回是后悔 后悔什么呢 有前文所说的 我后悔太急做求证了 一听到 马上就默灭修道求证 就好像吃这个圆洗一样啊 第一碗第二碗来 你就吃饱了 吃得太快了 假如你慢一点 每一碗来都吃一点点 那么尝尝味道就行了 那么这样子到了后边 三尘海外来 你就可以一饱 这个 你的这个胃口了 因为我当时老是后悔 现在觉得也不必后悔了 把从前后悔的心情 也一扫而光了 为什么 我修的生文法 并跟菩萨道没有两样嘛 也是菩萨道的前方便了 而现在我知道我也一定成佛呀 那我何必后悔呢 所以怀疑之心也 游疑之心也去掉了 后悔之心也没了 断住一回 诸子很多 他很多的怀疑 很多的后悔之心啊 现在整个都一扫而光了 整个清除干净了 所以现在得法之后啊 身意泰然 身心都很安乐 身自在心自在 得法自在啊 泰然呢 就是很自然的 那个那种的情况 例如说一个人呢 得到这个很好的 很舒服的境界 在哪里住下来 好好的休息一下 那种的心境一样泰然 很自然的 心里觉得 我没有怀疑 没有后悔 我觉得我今天 是真正得到佛的正法 快得安盈 我很快乐 得到心地的安宁 安盈就是安稳啊 现在我的心 稳定下来了 不会再 再一再毁吗 那真正是稳定下来了 我很快乐 真正得到佛法 那我所行的 就是菩萨道 那么将来 我一定成佛 我现在 深深明白了 下面是成 成 就是说 总结上文 他知道今天 一定将来能够成佛 所以叫做成 所以叫做成 结成的成 今日乃之 真是佛子 从佛口声 从法法声 得佛法分 这是成 今日法华会上 听过方便评之后 那那个时候 当天 我才完全知道 我是真正的佛地子了 是真子 不是数子 当然更不是外子了 我是真正的佛的真地子 我完全接受下来 我是佛的真地子 那么下面三句 就是解释 他这个 今天知道是真佛子的意义 为什么说 我今天才是真佛子呢 从佛口声 佛的口 说出上面 方便评的道理 过去的全巧方便 都是为今天的意识 那我完全明白了 那么今天 我的法声会命啊 就是从佛的经口 说出的法力 生出来了 所以我是从佛口声 今天就在意识之法里 化成我的法声会命啊 而我从法化声 今天我已经得到 真正究竟佛法的 一份的受用了 的佛的法分 的佛的真正究竟佛法的 这一份的受用啊 我已经得到了 那这个高兴是不得了的 非常非常的欢喜 所以难怪他一开头啊 有踊跃欢喜 赞扬尊严 欢喜的至极 这个从佛口声 从法化声 得佛法分 这三句话啊 所有的大圣教典的著作里面 凡是谈到 得到佛法的究竟受用的 那种的行经啊 都认为 跟这个道理相同 所以常常引用 那么得到佛的究竟大法 才是从佛口声 从法化声 那么到了今天 摄理佛才彻底知道 过去四十一年 所说的法 完全是为了今天 要选实 为了今天说明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有佛性 这借口做佛 人人都能成佛 这个道理我到今天 才彻底彻底的了解 完全完全的明白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欢喜 这就是身子灵结的长文 长线的文字 长文到这里说完 下面是句诵 句诵很长 是一种广诵 前面的长文没有说到的 在句诵里面 都有一补充说明 显示他今天得法的这个情况 前面长文只是 约他过去四十一年来的 一回之心之事 来显示他今天的得 在后边的句诵里面 他把后文的 今天听到法法经的得 以以前的诗 一一把它配合起来 做过详细的说明 所以他后边的句诵 差不多有两页 那么说出他这个心里的 心境的欢喜的情况 今天呢 这个身子灵结的经文 只讲到这个长文 舍利佛说的这个长文说完 句诵啊 留下次讲 因为句诵很长 虽然是重诵啊 而里面的含义有些 前文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留下次 才讲这个重诵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伙 下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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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